麻辣小龙虾的做法 一到夏天就麻小配啤酒 但是 饭店一盘根本不够吃 又那么死鬼 我觉得我能吃五盘六盘 七 八 九 又不好意思吃那么多 不如再加自己做吧 小龙虾两斤 干香料一份 酱料一份 葱少许 白糖20克 啤酒一罐 姜适量 蒜适量 一准备好全部的配料 干香料 酱料 葱姜蒜 白糖20克 啤酒一罐 二半香料包括 干红辣椒段40克 花椒20克 藤椒20克 大料两个 桂皮一段 冰箱十几粒 香菜籽10克 肉扣两个后面两种香料没有可以不放 三酱料 皮线豆瓣酱50克 蚝油30克 生抽20克 芝麻油一勺 四如图 这样捏住小龙虾 用一个干净的小牙刷把虾刷刷干净 这样捏住一般不会被它的浅子夹到手 五如图 这样捏住小龙虾 用一个干净的小牙刷把虾刷刷干净 这样捏住一般不会被它的浅子夹到手 六用剪刀剪掉虾头 七锅里导入植物油 冷锅冷油放入干香料 小火慢炸3-5分钟 爆出香料的香味 如果火大 香料容易发黑且出不来香味 八人后放入干红辣椒段 九人后放入干红辣椒段 十放入葱姜蒜 炒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放料的先后顺序 十一最后放入清洗干净的小龙虾翻炒 倒入啤酒和白糖 一勺盐翻炒 加盖焖炒10分钟左右的时间 最后留一点汤汁 把煮好的面放在炒小龙虾的汤汁里拌一下 超级好吃哦 要购买比较劲道的面条 口感才会更好吃 小窍门我是一个85后超级吃货 又十分爱美的妞 我喜欢美食及美食摄影 感谢您的关注 我将会在公众号里给大家分享 我边吃边瘦的美丽秘笈哦 爱吃的我 体重之保持在8090斤之间 身高160的我曾经也是一个120斤的小胖妞哦 所以只要您吃对料方式 吃对料时间就会享受美食边享受哦 我的微信公众号杜鹃花美食 关注后即可查看我每天为大家精心编辑的美食菜谱 吉瘦身心得哦 我愿意赢了 封面对呀 不然我愿意赢了 ほど愿意赢了 你好